今天來介紹一下 這是最近新用的多項式的影片跟講義 大概每個小主題就有16個影片 然後就附上了這個 有大概16題的講義 講義前面有概念 那後面則是歷屆四題 那這個整個的進入流程 是可以從均衣的這個影片首頁 到下半部裡面就會有這個高一數學 進來就有這邊 這是以前舊的 新的部分就是有 以單元為主然後附上講義 那這個日後呢就是想要 再以每個單元設計一個 比較合適的那個線上試題 但是因為線上試題還來不及開發 所以目前看以講義的部分 能夠瞭解是滿足學生暫時的一個需要 那在這裡面的話 其實每個單元講義大概就是 從YouTube這邊就可以下載 有單頁的講義 就是我錄製的 那也有四合一的 方便老師跟學生 大家列印書寫 那在講義的部分呢 其實前面大概會提一些概念 提完概念之後就是練習題 那我建議呢 大概就是看完第一頁的影片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就是怎樣 先寫題目 不會你再來看影片 好 所以就是希望 就是 主要就是 就是說 做數學做練習最重要 而且自己的想法最重要 好 你可以先看 你先想一下 那不會了 再來看一下我影片的那個講法 或者你會了之後也可以再來看 那就比對一下 你剛剛想的跟我講的 到底有沒有什麼差別 盡量不要 就是還沒有思考 就一直在看 這個這樣子可能會越看越不懂 你一定要先有疑惑再來看 這樣子越看才會越懂 好 那提供講義的部分另外就是 也是希望協助老師可以做一些更多的翻轉 有時候老師課堂時間有限 沒辦法講太多例子 那有時候就會很容易陷於趕客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些東西老師其實講完基本的 讓學生就可以回去練習 其實做練習最怕的 學生很不喜歡做練習 是因為看到題目就不知道如何下手 所以這種講義就是說 學生不會的時候至少有影片可以看 這是一個音式定理的單元 音式定理的講義 然後呢 這邊還有就是二次函數的 其實我在講的時候 有時候都很強調一些直觀感覺 例如說我對插指法 牛頓插指法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 那拉格朗日就是化繁為簡 以簡欲繁的概念 像提到拉格朗日 我可能會再介紹一些相關的歷史背景 因為有時候真的學校課堂有限 但是網路上的空間時間比較有限 比較比較自在一點點 所以我可以再提一些相關的概念知識 好那這邊相關的材料 我有整理在OneNote 有用OneNote的老師呢 也可以透過這個知識點分享給學生使用 然後觀看學生的一個學習進度 好那關於這個有任何問題 或者有任何建議都跟我反應一下 因為這個講義是一個 講義配合影片是一個新的常識 當然之後還要再把它實體化 好那目前當然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錯誤 所以有任何看到有任何問題 就反應給我知道 讓我可以改進更多 幫助更多人 對於一個人 來自然間 會不會有任何問題